近日来地震频频发生 造成大楼外墙磁砖剥落事件层出不穷 大台北地区磁砖剥落事件每年约有一千多件 平均每七栋楼就有一栋楼外墙剥落 萧继会今天举行记者会呼吁 民众应主动检修自家大楼外墙 地震过后对建筑物当然是一个损伤 是不是会造成这个磁砖外拨掉落的情形 变得更为严重更为频繁 造成社会更大的伤亡事件 建筑安全履历协会理事长戴云发表示 若住户发现大楼外头磁砖有崩落的情况 应向主管机关举报以协助公共安全 如磁砖物品掉落砸伤人 管委会及公寓所有权人会依建筑法处以罚还 公寓大厦的一个磁砖掉落这件事情 基本上就是说它的责任上面的话是 管委会还有公寓所有的区分所有权人都有责任 那在建筑法的部分它也是会有一个发责 那等于说从6万到30万的一个罚者 萧机会也呼吁政府预防重疑治疗 应要求公寓大楼主动管理 以免危害一再发生 台湾情报记者张雨萱林尚玉台北报导